剛入圍監區的歌手維里安 今天出席記者會 現場除了演唱歌曲外 他還表演一段數來寶喔 小編還是老話一句 要問維里安 對於監區獎得獎有沒有新鮮啊 這次只有入圍兩個 其實每一個獎項 其實我覺得都競爭蠻激烈的 所以就要隨緣啦 我自己比較 我自己最在意的獎項 一直都是專輯獎嘛 那這次沒有入圍 但是也沒有關係 因為也得到很多很多 不同地方的評價 都覺得說 這張專輯有得到肯定 那去年也真的太多 太厲害的專輯了 所以希望下一張 可以更努力一些 讓大家看到 剛剛還來一段數來寶耶 首次挑戰數來寶的維里安 會不會覺得很難呢 數來寶 有一點點困難 因為是準備的時間 真的比較短一點 就還好之前 看唐伯護婷秋香看得非常熟悉 所以對於節奏這些都掌握得還滿快的 因為想要大轉型 聽說公司安排你從五月中開始 畢東各種女孩 現實生活中的你 有沒有畢東的經驗啊 比如說平常畢東嘛 沒有吧 我應該被對方揍吧 就是 我常常看 比如說戲劇啊 裡面那些畢東 在想日常生活 真的有可能會發生嘛 對啊 就是好玩嘛 覺得 而且我這次畢東很多女生 我發現 其實大部分的女生都還滿 滿大方的 而且都比我還活潑 還會自我要求說 欸那你可不可以扶我的下巴 有褲全娛樂 演唱會也來一段數來寶吧 台北報導喔 剛入位金曲的歌手 維里安 今天出席記者會 現場除了演唱歌曲外 她還表演一段數來寶喔 小編還是老話一句 要問維里安 對於金曲獎得獎 有沒有新鮮啊 這次只有入圍兩個 其實 呃 每一個獎項其實我覺得 都競爭滿激烈的 所以 就要隨緣啦 我自己比較 我自己最在意的獎項 一直都是專輯獎嘛 那這次 呃沒有入圍 但是也沒有關係 因為 也得到很多很多 不同地方的評價 都覺得說 欸 這張專輯有得到肯定 那 去年也真的太多太厲害的專輯了 所以 呃 希望下一張可以更努力一些 讓大家看到 剛剛還來一段數來寶耶 首次挑戰鼠來寶的維里安 會不會覺得很難呢 呃 鼠來寶 呃 有一點點困難 因為是 呃 準備的時間真的比較 比較短一點 就還好之前 呃 看唐伯護婷秋香看得非常熟悉 所以對於節奏這些都掌握得還蠻快的 因為想要大轉型 聽說公司安排你從五月中開始 壁咚各種女孩 現實生活中的你 有沒有壁咚的經驗啊 比如說 平常壁咚嗎 沒有吧 我應該被對方揍吧 就是 我常常看 比如說 戲劇啊 裡面那些壁咚 我在想日常生活 真的有可能會發生嗎 對啊 那就是好玩嘛 覺得 呃 而且我這次壁咚很多女生 我發現 其實大部分女生都還蠻 蠻大方的 而且都比我還活潑 還會自我要求說 欸那妳可不可以扶我的下巴 這種 有褲全娛樂 演唱會議來 端數來寶吧 台北報導